电子造车服务公司Uber和Grab合法化事宜悬而未决 交通部长都司理廖忠来星期三出席内阁会议后透露 交通部确定会在7月份新一季国会会议里 通过2017年商用车辆执照法令修正案 让政府全面管制电子造车服务 此外 廖忠来也认同在电子造车应用程式增设紧急按钮 同时严厉审核司机背景来提升电子造车服务素质 炮新闻 朱慧敏报导 朱慧敏报导